新人作账 洒账 恭祝太子和良帝 百年好和 永结同心 赏 奴婢们谢傻 奴婢们出去了 太子殿下 您笑什么了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两个陌生人坐在一起 忍受着那么多的礼仪跟规矩 就为了让别人看笑话 太子殿下觉得成亲是一场笑话吗 没有没有 我只是从来没有被居住过 有点不习惯 一辈子就只有一次 忍忍吧 你怎么知道只有一次 是吗 哦 我是想说 我听母后说 良帝是一个非常懂礼仪 讲规矩的人 所以呢 我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道良帝肯不肯答应 好 出嫁从夫 太子殿下 想让臣妾做什么 臣妾就做什么 好 我呢 有一本冰书没有看完 我一直耿耿于怀 很想把它看完 不知道良帝 会不会觉得我是故意冷落你啊 好 殿下 今天晚上 是我们的新婚职业 可是看不完 我什么心情都没有了 这 我就知道良帝最善解人意 那我走了 殿下 又怎么了 盖头还没有煎呢 行了吗 母后请喝茶 新婚之夜还好吧 很好 齐儿这孩子 从小骄纵惯了 你要多教教他 喏 巧辉 你用麝香了 是啊 我娘 一直很喜欢这个味道 所以我从小到大 一直都带着他 那太子没事吧 太子殿下怎么了 太子从小就闻不得任何香味 一闻就会全身起红疹 蓉儿 你快叫太医到太子宫去看看 喏 不用去了 太子殿下 昨天晚上 没有留在井宫里 为什么 昨天是你们的新婚之夜啊 因为他说 他想去看兵书 看兵书 平时也没见他这么用功 母后 要是巧辉 要是巧辉 要是巧辉不合太子殿下心意的话 就请母后 让我回到太皇太后那边伺候吧 荒谬 都已经嫁过来了 哪有这个道理啊 你别担心 母后会帮你问清楚的 蓉儿 诺 我们去太子宫看看 我要看看他最近看什么兵书 看得这么入迷 太子殿下 奴婢知道你闻不得麝香和檀香 所以特地拿新鲜的花瓣晒干了 做了这个香包 里面的配料 情是上林院采的鲜花 一定不会有事的 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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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真是个妙人 皇后娘娘驾到 母后 听说你昨晚没有动防花烛 是梁娣到母后那儿告她状吧 这个女人 你别误会人家巧慧 她一个字都没说 是我自己发现的 儿臣要看兵书了 你不要找借口 你告诉母后 你对巧慧究竟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母后 儿臣平时不读书吧 您老是说我 现在儿臣已经成家了 想好好地看看书 学习兵法 难得这也有错吗 父皇说过 君王知道应该多读书 以史为鉴 儿臣是听从父皇的旨意 母后难道希望儿臣 整天风花雪月地 待在后宫里不动吗 那你也不能冷落了巧慧啊 儿臣知道了 儿臣会对她好的 母后请回报 是否要求她 你现在大了 母后说不得你什么 不管是看书也好 学兵法也罢 你不要忘了 为皇家开枝散业 也是件大事 你别不当回事 知道了吗 儿臣知道了 不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臣妾今天什么味道都没有 我闻闻 这不还是一股麝香味吗 还有吗 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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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远一点 那 那该怎么办呢 殿下 你赶快去洗澡啊 你要洗到没有味道我才能去你房间 要不然我只能留在书房里睡了 诺 臣妾现在就去洗澡 快去快去快去 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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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走啊 你书还是看我啊 太子殿下 你不能走啊 放开我 太子殿下 母后 怎么 巧慧身上还有麝香味吗 我是跟她开玩笑的 如果是开玩笑的 那母后就放心了 你看了那么久的书也该累了吧 早点回去休息啊 我不是很累 我要去看兵书了 什么样的兵书啊 孙子兵法不就那么几卷 看这么多天还没看完啊 儿臣看得细 那好吧 既然起儿那么用功 母后也没什么话可说的 我只能帮你做点点心 当是对你的支持 还是不用了 儿臣不饿 要的 我刚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厨子 从北院请来的 一定合你的胃口 让她上来 诺 好 妙人 还不见过太子殿下 参见太子殿下 母后 这 怎么样啊 你是要留在这儿 让她帮你做点点心呢 还是回去休息啊 那我回房休息 太子殿下 你可真厉害啊 还是把我给弄来了 臣妾不明白您的意思 明不明白已经无所谓了 你不是希望我来吗 现在我来了 你要干什么呀 臣妾什么都不懂 太子殿下 您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吧 那好 我们来玩游戏怎么样 游戏 跟我来 我小时候啊 特别喜欢玩海盗的游戏 总是幻想着 有一个美女 被海盗给抓起来了 然后呢 我拿着一把剑 把海盗全部杀光 救了这个美女 你觉得有意思吗 这个 我一直幻想 自己以后的妻子 就是那个美女 如果你觉得没意思的话 那就算了嘛 太子殿下 出嫁从夫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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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太好了 跟我梦里是一模一样啊 你现在啊 扮演被海盗关押的美女 你放心 我很快会来救你的 太子殿下 那你快来救我啊 太子殿下 糟了 今日本大侠身体健安 打不过海盗啊 如果贸然行动 一定会全军覆没的 我明天再来救你吧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快快救我啊 都一方 如果你看不上哀家的侄孙女 你就明说嘛 为什么娶了她 又让你儿子对她这样 太后娘娘 你误会了 你不要再说了 你是什么样的人 哀家心里又不是不清楚 可怜哀家乖乖的孙子 居然被你带成这个样子 真是有其母 必有其子 太后娘娘 此事与我们家娘娘无关 你闭嘴 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 小小的宫人说话了 佩馨 拉下去长嘴 诺 太后娘娘 这件事真的跟臣妾无关 起而顽劣 臣妾会教训她的 请太后娘娘放心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你是什么样的人 哀家心里又不是不清楚 如果下一次 巧慧再哭着跑回来 哀家可是要动用家法了 听明白了吗 臣妾明白 走吧 哀家看着你就心烦 哀家哀家 哀家这是帮了你 还是害了你啊 母后 你找我什么事啊 你昨晚都做了些什么好事 我不喜欢她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两个凑到一块呢 不喜欢她为什么要答应跟她成亲呢 这 我谁顺着母后的意思啊 这倒变成是母后的错了 带她进来 母后 你这是干什么 罪魁祸首应该是她吧 皇后娘娘饶命 皇后娘娘饶命 母后太子齐罪当珠 给我打 母后 母后 皇后娘娘饶命啊 滚开 妙人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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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让你伤害她的 你要杀她的话 那我也复活了 我不会为她求情的 该怎么做 您看着办吧 她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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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后 母后说的自然是 本宫做主 把妙人留在太子宫 你没意见吧 母后 母后 听说您把她 瞧你 一听说把妙人收房 就这么迫不及待地跑过来 真是有了媳妇忘了娘啊 儿臣参见母后 您敢把她给我 儿臣以后 一定会好好孝顺母后的 本宫还要沾你的光呢 臣妾不敢 你也别谢我 这一切呀 都是良帝的意思 记得 谢谢她就行了 谢谢 好了 带妙人去太子殿转一转 顺便想一想住在哪里 别委屈了人家 是 儿臣告退 臣妾告退 来 要留住一个男人 不是件容易的事 光凭美貌不够 贤德也不够 最重要的 是要懂他的心 母后 儿臣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可是我摸不到他的心 我真的抓不到 母后会帮你的 你得好好学习 怎么样当一个女主人 煮饭 洗衣 烧水 样样自己来 蓬头购面没关系 关键是 要让他忘记你良帝的身份 忍得 你只是一个女人 一个属于他的女人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母后相信你一定行的 啊 怎么回事啊 现在才打扫 好 参见太子殿下 怎么是你啊 这些事让工人干就好了 你何必亲自动手呢 自己家里 当然要自己动手了 这样比较开心 这里太乱了 您还是回宫休息吧 等晚饭好了 我再去叫您 哦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你在看什么啊 你看良帝 他居然亲自打扫 姐姐这样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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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特别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他的一举一动 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他喜欢吃什么 穿什么玩 你都会不自觉地了如指掌 要比爱自己更爱他 他才能够感受到 参见两弟 菜不在于好不好吃 而在于你的心 你的心到了 他自然会感受到 不过你记住 送了菜别逗留 赶紧出来 否则前功尽弃 知道吗 客气 客气 客气啊 太子殿下 哦 是你啊 你气什么呀 只是一些地方官员 处理事前处理得不得到 哎 你怎么来了 我借你中午没怎么吃东西 所以做了一点东西给你送过来 国事固然重要 身体也重要啊 这些东西都是我亲手做的 可能不太好吃 您就勉强赏个脸吧 怎么 我脸上有花吗 不是 感觉 你跟我以前认识的你不一样了 以前你好像完全沾不得脏的 可是现在你看看你 脸都是黑的 我想过了 女人嘛 不是光摆着看的 得能会做事才行 我是太子宫的主母 打理整个家事是我的责任 来 尝一尝吧 这么多菜 我一个人也吃不完 不如坐下来一起吃吧 送了菜 千万别逗留 赶紧出来 否则前功尽弃 不要了 我还有事情要做 小慧 太子殿下还有什么吩咐 我想给妙人一个名分 不是光收房就行了 你的意思呢 太子殿下自己做决定就好了 我一个辅导人家 自然是听太子殿下的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呢 参见太子殿下 这什么东西啊 云南白药 良帝今天 为太子纳鞋底伤了手 本来是要请太医的 可是良帝说要习惯 不然就没完了 奴婢怕他今天不抹药 明天会更严重 所以就弄了点药背着 良帝自己纳鞋底 良帝说 那是太子的贴身之物 不想假手于人 本宫的眼睛不好 这绣花的技术也越来越差了 干明儿个你找个嬷嬷 来教你比较好 母后 这几天我学了很多东西 是不是以后都要怎么做啊 那就看你 是不是想要留住启儿的心了 我想 我当然想 如果我猜得没错 他今晚会过来的 不会吧 他从来不来我房间的 他会来的 只是母后要你答应我 不论他说什么 都不要让他进来 也不要给他开门 这 你就答应母后吧 好吧母后 我答应你 反正他也不会来 谁啊 是我 太子殿下 您有什么事吗 哦 见你房间还亮着灯 想过来跟你说说话 你的手没事吧 我来帮你伤点药 我 我 不听话的话 一切会前功尽弃的 我 我的手已经没事了 我要睡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难道母后会害你吗 这人的心要走容易 要回来很难 我们得一点一点把他拉回来 放心吧 他不是已经来过了吗 太子殿下 我都等了你一宿了 你怎么才来啊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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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什么事得问你啊 我跟你说话你都没听见 我刚才在想一件事情 你觉得 我对良帝是不是太过分了 其实 他做的都很好 只是我不喜欢的而已 但这并不是他的错呀 太子 是动了侧隐之心了吗 那你去吧 你去吧 你看你说的 我不就那么一说吗 你看你这小脸板的 臣妾这一生 都是依附着太子殿下生存的 如果有一天 太子不喜欢我了 我又没个名分 又没个依靠 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 太子您答应我 如果有一天 您不要我了 就赐我一根白铃吧 免得我在这世上 孤零零的受苦 你真是越扯越远了 我累了想睡了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不行 我不能这么闹 我现在这么闹 不是让那个女人得逞了吗 她已经用实际的行动 让太子的心 慢慢向她靠拢了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不能坐以待毙 不能 我想跟姐姐说一句话 什么话 姐姐手段再高明 在妹妹眼里 不过是些小孩的玩意 不但成效慢 而且没什么看头 妹妹待会儿 给姐姐露一首 让姐姐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高明 姐姐 如果你看我二眼的话 你就让探子天下跟我走吧 让人 妙人 妙人 你怎么样 殿下 滚 我不想看到你 不是我 妙人 妙人 怎么样 还痛不痛啊 好多了 这个教会 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 没想到他 不怪姐姐 是我自己不小心跌倒的 你还袒护他 分明就是他推你的 我看得清清楚楚 真的不是 就算是 也是应该的 我抢走了太子殿下的宠爱 姐姐心里难免是有气的 就算是要向我撒撒气 我也心甘情愿 你啊 就是太善良了 糟糕了 您不是约了大臣吗 您快去吧 让皇上知道了 又不开心了 可是你这样 我怎么去吗 去吧 去吧 我会好好的 不会让自己有事的 真的 真的 那你 走着瞧 我会让你好看的 好 姐姐 你也来看我啊 妙人 我承认 我不是你的对手 我也不想跟你争什么抢什么 我只是希望 我们大家能够和睦相处 不要让宫里的人看笑话 你看行吗 行 姐姐既然开口了 还有什么不行的呢 那我走了 哎 姐姐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太子殿下 只宠幸我 而不宠幸你呢 为什么 我不担任了 快 终于 然 你 你 是 快 就 你 对 没有 无 很 不可 我 为什么要自尊短剑 因为活着没有意义了 你是太子的良娣 两地有什么用 只不过是个虚名而已 虽然只是虚名 那也好过宫里那些 连名分都没有的妃嫔吧 好不到哪里去 他们至少还有期望 我什么都没有 谁说的 活着就有期盼 人生最差的 莫过于一个死字 你连死都不怕了 害怕面对吗 死很简单 但面对很难 梁娣 你救得了我一世 你救得了我一辈子吗 你一走开 我还会再挑他 你想过你的父母亲人吗 你死不要紧 那活着的人怎么办 他们一定会很伤心的 他们把你养大不容易 你不觉得残忍吗 时间 时间会抹平一切的 抹不平的 你不觉得残忍吗 当你心爱的人已经不在了 你会觉得活着的每一分 每一秒都是痛的 尤其是在午夜梦回的时候 连呼吸都是痛的 这种滋味 我尝过 难道你希望你的父母亲人也这样吗 如果你再想跳 我不会阻止你 但如果你想面对的话 就让末将护送 两弟回宫吧 我 今年的残花节 皇后想怎么安排啊 还是跟往年一样 就是不知道母后要不要亲自主持 哀家身体不好 也不想太累了 再说太子今年新添了良地 这件事啊还是由他主持吧 年轻的一辈也应该知道劳作的辛苦 母后说得极是 母后这个残花节是什么节啊 残花节是汉宫一年一度的规矩 由宫中的妃嫔 带领着大家采丧养残 有与民同乐之意 让大家知道劳作的辛苦 这个节挺有趣的 不如让我来主持吧 残花节向来都是由正宫主持 哀家不去还有你母后 你母后不去还有巧慧 什么时候轮到你了 真是不懂规矩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说什么 我 我没说什么太后娘娘 哦 说到这儿 哀家突然想起一件事 这巧慧 这些天怎么没过来问安呢 是不是病了 臣妾去看过她几次 她都避而不见 问了太医也没说过召见 想必是没什么大碍吧 没什么大碍就好 哀家知道 巧慧是哀家的人 你们都看她不顺眼 太子新婚十几天 就不知道从哪儿 弄了个阿猫阿狗来 看来 看来你不把后宫揽在自己的壁弯里 是不肯罢休啊 母后 好了好了 哀家不跟你计较这些 残花节是汉宫的福气 可千万不能因为后宫的斗争 而伤了福气 知道吗 喏 佩馨 哀家累了 扶哀家进去休息吧 喏 母后 这太后也太不给人面子了 她知不知道这个后宫 只有您才是主人 您才有资格说了算 那是不是有一天你当了皇后 也可以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了 母后 我没有那个意思 百善孝为先 要懂得尊敬长辈 如果连自己的长辈 都不放在眼里的话 那做什么皇后 连人都不要做了 母后您放心吧 以后啊 我会孝敬您的 那在尊敬我之前 先懂得尊敬巧慧 长幼有序 明白吗 周幽王妃包四 烽火系诸侯 下场惨烈 应伤咒王妃打击 害江皇后封贵妃 武王伐赵被绞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我 今年的残长得可真好啊 白白胖胖的 一定能吐出不少好丝 臣妾也觉得 今年会有个好收成 时辰不早了 请残王吧 巧慧还没来呢 这孩子 怎么这么不懂规矩 要是耽误了及时 会不吉利的 太后娘娘 姐姐可能身体不适 不能前来了 不如让臣妾 替姐姐请残王吧 这 时辰不能错过 你来吧 诺 等一下 参见太后娘娘 参见皇后娘娘 巧慧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臣妾想着 请残王是件大事 所以特地沐浴更衣 焚香祷告之后才来的 自然耽误了一些时辰 还请太后娘娘见谅 还好 还没错过及时 赶紧开始吧 诺 请残王 诺 妹妹 姐姐知道 你好心替我请残王 但是养残 是件很难的事情 姐姐不想劳烦妹妹 所以 请你让一让 你 请太后娘娘 皇后娘娘祭奠 愿天佑我大汗 年年有丰收 天佑我大汗 年年有丰收 太后娘娘 不是的不是的 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 gentle 是 禅 是 很痛 对 这 tab 可以生子 这么神哪 当然了 太后生皇上 就是靠的这个方法 哎呦 嚼什么蛇根哪 参见你们 你们闲着没事干 在这里嚼蛇根 不怕把你们抓到报事 关起来吗 美人 我们也是听宫里的老人说的 听说 万一有效的话 累了一天了 早些回去休息吧 儿臣还要去蚕室看看呢 母后回去歇着吧 今天一天都待在蚕室 还要去看啊 儿臣第一次接手 只怕出了什么错 何况早上妙人妹妹 又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 我怕 你呀 就是想太多了 这个妙人虽然笨 也不至于笨到那个程度吧 早上说的话 晚上马上去做 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还是去看看比较安心 那好 快去快回 你的身体才刚好 别太操劳了 啊 诺 那儿臣告退了 嗯 娘 怎么了 母后 儿臣肚子好痛 荣儿 快叫太医 诺 不用去了 母后 我还是先去蚕室看看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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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痛成这样子了 怎么去啊 还是回去休息吧 母后 我担心蚕室里面会 我还是去看看比较安心 哎 母后帮你走这一趟吧 这 难道你信不过本宫 那就有劳母后啊 嗯 荣儿 好好照顾梁娣 本宫马上就回来 丽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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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忙你们的吧 我只是巡视一下 不用管我 啊 啊 天哪 怎么死了 糟糕 啊 母母后 你怎么在这儿 我随便看看 现在看完了 该走了 太子殿下 还等着我呢 哎呀 蚕王死了 不是我 不是我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你快走开 我有急事 没空跟你瞎扯 太子殿下 可是为了妙人的事担忧 你说这蚕王怎么就死了 他又正好在屋里 母后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他给关起来了 我得给他求情去 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 我跟你一起去 你 嗯 母后比较疼我 我却说情比较管用 为什么你要帮他呀 你应该恨他才对呀 臣妾是太子殿下的人 臣妾希望太子殿下高兴 臣妾知道 太子殿下心里喜欢他 万一他出点什么事的话 太子殿下一定会很难过 太子殿下难过 就是臣妾难过 所以臣妾愿意为他去求情 好 有你帮忙一定事办功倍 吃不吃跟我走 快 娘娘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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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后 住手 母后息怒 妙人她禁不住打的 你要打就打儿禅吧 是啊母后 就念在她出饭的份上 就不要再跟她计较了 巧慧 连你也要帮她求情了 难道你不知道 她弄死残亡 就是为了要对付你 臣妾知道 可臣妾相信 人心都是肉掌的 只要慢慢相处 一定会没事的 况且 妙人又是太子殿下心爱的人 要是为了这件事 她受了什么伤害的话 太子殿下一定会很伤心 巧慧不想看到太子殿下伤心 随起母后 就饶了她吧 你看看 巧慧是何等的大毒 母后也不想说你了 家何万事兴 你自己看着办吧 本宫累了 你们都走吧 谢母后 快 起来 那残亡的事 皇宗母要问起来 这个简单 我们找一支别的蚕 放在金饼筐里 即使太后娘娘发现了 也一定以为是巧慧的错 我是她的侄孙女 她不会追究的 委屈你了 臣妾不怕委屈 儿臣告退 巧慧 过来 妙人气宴嚣张 是该收敛一点 但母后始终不觉得 玩手一样 你应该好好谢谢她才对 谢她 对啊 我真要好好谢谢她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谢谢她 我谢谢她 摄了个圈套让我走 妹妹 你误会了 呸 你当我是个傻子 这件事情一定是有预谋的 而害我的只有她一个 太子 妙人 你这事越来越不像话 巧慧是良帝 你敢当着我的面动手 我是不是太宠你了 把你宠坏了 巧 她的手段多高明 把你的心都拽走了 妹妹 我们都是太子的人 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呢 我打你又怎么了 我现在就打你这个小人 这 这 这 太子你推我 是 我推你 你自己做错了 还不知道违改 你坚持无可救药 小慧 我们走 刘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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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coup没良心的 李美人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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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他的手都那么高明 我该怎么办 来人哪 来人哪 美人 有什么吩咐 是不是我不得宠了 是不是我不得宠了 你天都这样对我 他们都不让我好好睡觉 不是的 不是的 外面下大雨了 这奴隶也没有办法 下大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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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天助我眼 我强会 我想要看看 到底是你厉害 还是我厉害 美人 外边下的雨呢 都比去拿伞 就是不用拿伞才好 拿伞 就没意思了 太子殿下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事啊 回太子殿下的话 丽美人跪在雨中不肯走 她说 如果太子殿下不来见她的话 她就跪死在门口 太子殿下 既然妹妹这么执着 你就去看看她吧 不去 如果去的话 又助长她的气眼 以后就更管不住了 你已经听到太子殿下说的话了吧 还愣在这儿干什么 诺 好 太子 对不起 对不起 妙人她身子不好 我怕她一直淋雨 会出什么事情 我出去看看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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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下这么大雨 你不怕被淋坏吗 臣妾自知在你身中 特地来领罪 去太子殿下惩罚 惩罚什么呀 你快回去 回去啊 太子殿下若不原谅臣妾 臣妾 臣妾就贵死在这里 反正失去了太子殿下的宠爱 我过去就没什么意思了 你这个人怎么救 是 臣妾就是这么执着 臣妾活这么大 臣妾还太子殿下一个人 如果太子殿下不要我了 我只能去死了 别有人 别有人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这么做我很心疼的 你知道吗 你还说你爱我 你这样做不是在伤害我吗 去 当然是 当然是真的 妙人 妙人 传太医 传太医 太子殿下 他的病怎么样了 回太子殿下的话 美人的风寒不是很严重 只是他身怀有孕 怕对孩子会有影响 什么 他怀孕了 那 那我就要做爹了 这是真的吗 真的吗 臣已经确诊了 这真是太好了 你先下去 快快快 臣告退 太子殿下 妙人 你听到了吗 刚才太医说你有了 你呀 真是什么都不懂 你还去淋雨 这要是孩子掉了怎么办啊 我又不知道呢 太子殿下不理我了 我急啊 以后啊 可不能这样了 要是太子殿下 能够天天陪着我 我当然没事了 不然 我还去淋雨 你 要是太子殿下不喜欢 那杀了我好了 你呀 这是得理不饶人 好 我全都依你 全都依你行了吧 谢太子殿下 好 赶紧通知宫里所有的人 我们要好好地庆祝一下 好好地庆祝一下 好好地庆祝一下 快快快快 快去 快去 快点快点快点 去吧 好 博巧慧啊 你万万想不到 你再大的阴谋轨迹 也急不上我肚子里面的这个孩子吧 你等着瞧吧 我会把你家住在我身上的痛苦 一件一件地还给你 好 派人通知皇上了吧 通知了 皇上高兴坏了 这可是我们第一个孙子呢 你呀 虽然不合哀家的意 不过 这肚子倒是挺争气的 哀家给你记一功 谢太后 巧慧啊 你该加把劲了 别老是魂不守舍的样子 你再这样 哀家也帮不了你了 太后 臣妾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当说不当说 今天你最大 有什么不敢说的 说吧 臣妾宫中 只有两三个粗屎宫人 不知道怎么照顾孕妇 臣妾想 从姐姐宫中 叫来几个人使唤 不知道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巧慧 你说呢 妹妹如今身怀龙孙 要什么都可以 只是本宫宫里的人 都笨手笨脚的 怕是过去后伺候不好 对了 对了 进宫之前 家里的弟妹 她们怀孕 都是由我来照顾的 我照顾孕妇 特别的有经验 不如我来照顾你 好不好 这哪敢劳烦姐姐呀 也不算劳烦 照顾你的时候 我自己也好学习一下 免得将来轮到我 不至于手忙脚乱的 妹妹 你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吧 既然姐姐都开口了 那就是给妹妹大面子 姐姐 妹妹哪敢不给姐姐面子啊 看着你们和睦相处啊 哀家这颗心你就放下了 算一算 十月怀胎 这还有九个月呢 哀家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我两意 妹妹 你的燕窝粥 这燕窝粥真好喝 没想到姐姐的厨艺这么好 我只是怕 我喝惯了姐姐的 以后别人的 可怎么入口啊 你要是喜欢喝 我以后天天给你做 那会不会太辛苦了 不会太辛苦的 只要你不怕 有人下毒就好 你敢害人 我叫太子殿下杀了你 参见太子 妙人 孩子儿没有啊 太子 你要为我做主啊 参见太子殿下 巧慧也在啊 怎么了 姐姐在我的座里下毒 她愿害死我 和我们的孩子 会有这样的事 那把烟窝粥就是证据 她 她 她是这么说的吗 姐姐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本来以为我怀孕了 可以给姐姐腾出个地儿来 让太子殿下 好好地宠宠你 可惜啊 你猜怎么着 太子殿下 昨天跟妹妹说 她宁愿住书房 也不愿意多看你一眼 你说的是不是很可恶啊 不过妹妹 昨天晚上 已经帮你好好地教训她了 好可爱的狗啊 是谁养的 喂 妹人 好像是冷宫里的那个妃子的吧 都已经进冷宫了 还有什么用啊 拿些粮食给她 说我跟她交换 这 这什么这呀 我告诉你 我可是怀了小皇孙的 要是谁让我心里不痛快 我让她一辈子都不痛快 走 妹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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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这是怎么了 娘娘 您刚刚闻了堕胎用的富子粉 身子还很虚弱 不要起来了 富子粉 我身边没有这个东西 臣已经查过了 就是刚刚娘娘抱过的那只小狗身上沾染的 是谁 到底是谁想害我 来人哪 把那只狗给我拿来 我又看看 到底是谁要害我 你先下去 诺 参见伯良帝 妹妹 来 看看这个吧 是 这是谁杀的 是我杀的 为什么 因为这只小狗 差点害了妹妹肚子里的孩子 所以姐姐要替妹妹出口气 是你 是你对不对 这一切都是你对不对 博教会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以为你打掉了我的孩子 就可以让太子殿下喜欢你了吗 你也不撒胖尿照自己那副尊容 她不是博太后的侄孙 你就连跨境宫门的机会都没有 还想跟我动 你竟然敢死 你竟然敢死 妹妹骂完了吗 骂完了姐姐就要出去了 姐姐去给你蹲燕窝粥了 是